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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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手上的这款shader 是来自立民Termalright 新推出的幻性巨蜇Chromatrix 360 并且是白色版本的 再和各位细细分享这款水冷前 这里可以给各位一个小总结 说真的这款水冷整体体验还挺不错的 不论是在外形性能和使用体验上 都算得上是较为不错的一款水冷 因此我觉得它也适合面向各方面需求的用户 那么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我先挑出一块我最想分享的点 也是我认为相比起以往的款式改变最大的点 如果你还记得过去我几乎每次做立民的水冷评测 都会吐槽它的风扇接线串联相当的不友好 而这回Coremetric 360 简称CM360呢 总算是让我看到一体线串联的设计了 天啊这是我所认识的立民吗 虽然说相比起其他品牌 立民这个时候才推出一体线串联的水冷风扇 确实是晚了不少 而且这一套串联设计也就和其他友商几乎一模一样 但总比一直没进步来得好很多 起码现在总算是改变了过去一直没优化风扇串联的问题了 当然这次的CM360也不单单只是风扇串联上的改动 也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变 比如包装设计和用料也和过去的款式有所不同 采用了抗缓冲更强的珍珠海绵作为保护水冷的用途 而并不是以往的再生此刻 包装盒打开后也稍微有那么一点质感 不再是换个包装打印就把水冷塞进去后卖给你了 另外这次的CM360也沿用了之前颇为好评的FMV2系列的代工厂 也就是东莞冰点科技公司的生产方案 但不同的是这次的方案并非FMV2系列的外置水泵设计 而是传统的笨头一体设计 水冷头也是采用全铝合金材质用料 质感确实非常好 水泵转速最高3000rpm 并且采用了4冰BWM供电 外观则是采用了四方快撞的矩震设计 虽然没办法改变水冷头外观的方向 但我个人认为这外观在任何一个方向观看也不怎么违和 而冷头的矩震设计线条里也提供了ARGB灯光 让整个矩震线条更为突出好看 CM360和年初介绍过的FP360水冷一样 也是采用了能兼容自家风冷散热器相同扣具的安装结构设计 这对于本身就是采用利明家风冷散热器的用户来说 可以在不替换主板扣具的情况下轻松完成水冷替换升级 实话说能够把安装生态给打通的这个设计思路是真的没得闲 因此在CM360上获得保留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既然扣具生态获得了完全的保留 那么扣具设计上也同样和过往的款式几乎一样 包括本身的缺切也都还是一样保留的 那就是Intel主板扣具这一块的体验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特别是针对那些打算购买这款水冷进行散热器的升级 而主板本就已经安装好在机箱内的用户来说 这套主板扣具的安装体验确实不是非常的友好 尤其是这一套塑料柱子设计 在我所体验众多的利民散热器中 时常出现时而紧时而松垮的体验感到不悦 相比之下我倒是觉得利民在Intel 12代CPU 刚发布时搭配推出的LGA1700单独扣具配件 所采用的金属螺柱设计反而是有更友好的体验 又或者说是这样的体验更加的稳定 因此我个人是希望也建议利民之后可以针对这部分体验做出更好的优化 而我之所以会花费较多篇幅和各位分享这部分体验 也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是CM360这款水冷里为数不多较大的缺陷了 但我也要再度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上述的体验反馈 只集中在Intel主板扣具的安装体验 而当主板扣具安装好了之后 水冷本体的扣具安装则是非常好的 这部分我反而觉得没什么好挑刺 因此就事论是我就只针对这个Intel主板的扣具结构来分享我的观点 再来是搭配CM360水冷所新推出的K12风扇 而其实这款风扇算是B12风扇的小改款 从外观上来看整体的扇液数量和设计和B12是几乎完全相同的 同样采用9片扇液同样最大转速2150rpm 以及同样的0.16A的电流值 就连官方标注的风量和风量也都完全相同 而两者之间改动的部分除了开头提到的串联设计以外 另一个就是在K12的骤程式升级到了SFTB V2 而对比B12在骤程框与电机之间的缝隙也明显更窄了 进而导致K12在官方标称的照应数据也比B12稍低一些 此外在散体视角也追加了RGB灯光的点缀 以及在边框做了更多的纹理设计 至于它的性能与照应表现如何 待会进入到性能测试阶段也会拿它和B12做对比 除了上述几个重点改进以外 这次的CM360也提升了一部分的细节体验 像是这个水管扣子本身就预装好在水冷管上了 并且还给了三个扣子 于此同时这个扣子的设计还能够和风扇的接线做理线安排 多少也算是为用户想的更加周到一些 只不过就我个人主观的观点来说 我是不太会把风扇的这个线材选择走在这里 而是直接绕进机箱的理线舱做理线更为实际简单 当然考虑到个别水冷的安装方式或许真的需要 因此这个水管扣子的设计还算是加分的 大致和各位分享完本次CM360的外观与整体细节 接下来就来到了普及无华的性能测试阶段 而这一次的测试我就只对比自家FP360一款水冷 但和过往测试不同的是 会进行搭配不同风扇下进行测试 CM360除了自带的K12风扇外 也会另外搭配B12这款性能扇 来看看与K12之间的性能是否有所差异 而再来也还会和FP360一同同一采用高转速的B12E暴力扇 来进行同一风扇下的对比 最后再加上FP360本身搭配E12V2的风扇 因此最终一共会有5种不同的搭配测试 此外每种搭配也会进行不同风扇转速下的测试 而分别会进行满足状态 1500RPM以及1200RPM三种档位 而由于B12E本身最高转速就在3150RPM 因此搭配B12E风扇的测试 则是在最佳2000RPM和1500RPM下的性能 用来观察CM360和FP360的水冷本体 在不同风扇转速下的性能差异 由于本次更新新的测试方式和增加了测试环节 为了能够尽可能熟悉和控制好测试的变量 因此本次测试只在Intel平台下进行 并且也因为长时间作为散热器测试的i9-13900K拿去送修了 因此无奈只能选择相对激热的i7-13700K来进行测试 测试的CPU功耗扣置在270W左右 而作为方便i9-13900K的用户参考 270W的i7-13700K所产生的热量 约同等于300W出头的i9-13900K 当然我这边也要叠个假 上述的参考说明只是通俗上的同等转换 在不同的机箱、环境等均有所不同 包括更加激热的i7-13700K所体现的散热器之间差异 也可能会比i9-13900K来得更小 因此并不是百分百说明270W的i7-13700K 发热就是百分百等于300W的i9-13900K 而如果真的要有更具意义的参考价值 那么我其实会更加建议参考其他人进行i9-13900K的测试 最后这边我也放出本次测试的硬件平台 已经包有设置作为参考 有兴趣想要了解的就自己暂停观看 而本次的测试对比环节仅体现我手上现有的款式为准 考虑到个别批试存在体质差异变量 因此最终的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首先是满速状态下的测试表现 原配下的CM360对比FP360下降的两度温差 而将K12风扇替换成B12后 满速状态下的性能表现反倒是稍微落后一度了 接着将风扇转速控制在1500RPM 表现和满速状态下大致相同 使用K12的CM360对比B12风扇和FP360 随了分别下降了一度和两度 而将风扇转速调整到1200RPM后 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FP360此次的性能已经赶上了原配的CM360 而搭配B12的CM360仍然还是略高于搭配K12风扇一度 然后是将冷排风扇进行统一使用B12E暴力扇 在满速3150RPM下的性能对比中 CM360和FP360的性能基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接着在2000RPM固定装速下 两款水冷的表现也都是一样的 最后在1500RPM的装速胆位 CM360的表现则是略强FP360一度 但这个温差要说是误差也不是不行 从整个测试结果来看 CM360对比FP360的性能提升实话说并不明显 更多的提升还是来自于风扇的性能所换来的 当然一方面也或许是因为采用了i7-13700K进行测试 然而性能弱差部分也无法最大化的体现出来 另一部分其实限电段各款新水冷 再不增加冷排和风扇厚度下游的风扇性能温差 其实也大约就在1-2度左右 所以这样看下来 其实CM360的性能表现也是在合理中的 然后是噪音演示 这边我也分别进行了两款水冷 单独水泵的噪音演示 外加搭配各自水冷自带的风扇 以及CM360单独替换成B12风扇后的噪音演示 感谢推车 从噪音演示的结果来看 FP360的水泵噪音明显比起CM360更吵一些 而搭配风扇下的噪音表现 也是CM360外加K12的表现最佳 而看来这一次CM360主打的是 在保持良好性能的同时 优化更多噪音控制表现 最后是售价 CM360在天猫官方旗舰店上的售价为749元 而CM240则是599元 客人觉得这个售价是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但面对其他有商家的竞争 依然还是有调整的空间 结合了所有综合体验包括包装保护 外形设计 安装体验和性能表现 我会说CM360算得上是一款还不错的水冷 各方面的表现都算稳定并且也符合它的市场定价 但放在现今那么多水冷款式的选择中 它并不是一款十分突出的水冷 外形设计部分并没有改善今年各大厂家进军的显示屏功能 性能部分也并没有采用加厚风扇或是加厚冷排的设计 以达到更高上线的性能表现 整体体验部分也谈不上创新或革命性 加上像是一体式风扇串联设计也明显 比起友商更实推出 因此它的亮点真的并不突出 但如果你并不是追求某个突出点做出选择的话 那么CM360在各方面的体验都还算是挺不错的 而保持相对良好性能表现的同时 进一步的优化了风扇和水分噪音 而维持标准的冷排和风扇厚度 使得本身的兼容性也更加的好 也能适配更多的用户取向 再加上还算耐看的整体设计外观 以及整体的安装体验 只能说它并不特别但还算是值得考虑的选择 在如今各家水冷厂家越来越卷的时代里 我个人认为照顾好每一个细节 是如今各家水冷厂家需要去做好的事 而CM360算是一款在各方面细节中 都尽可能做到符合售价赢给你的良好体验 虽说并没有非常突出的亮点 并且也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但我也必须承认的是 至少它并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体验 而整体的体验稳定性还是值得信赖的 只是它不够突出而已 哦对了 这一次的CM360也将保修时长更新到了6年 基本也就媲美一线带工 ASATEC方案的保修时长了 具体的保修条款可以参考官方给出的保修政策 这边我就不多赘述了 而CM360除了我手上的白色款以外 也有黑色款的选择 只是我个人私心的抉择 白色款会比黑色款好看不少 不晓得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OK 这次和各位分享 利明新推出的CM360水冷评测与体验 有任何疑问或是关于利明CM360水冷的观点 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你的看法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路将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 也不妨点个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你的支持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